网络上热门话题要来看到瑞典有一位耳鼻喉科医师 他上传了一段影片 是利用了歌词夸张呈现各种小症状跟急重症的连结 像是明明只是单纯的咳嗽 经过了上网一查却怀疑自己得了肺结核 MV一po出来引起了不少医疗人员的共鸣 因为现在实在太多民众喜欢找Google当医生 有的时候甚至会因此质疑医师的诊断 但眼镜刷着电吉他 他是瑞典一名耳鼻喉科医生 同时也是音乐家 歌词中呈现明明只是小症状 初被连结到超级重症的幽默描述 引起不少台湾医疗人员广大共鸣 因为真的遇过太多 生病先找Google 然后疑神疑鬼的病人 Google他自己的病灶 然后甚至比较担心的是说 他已经有自己的想法 他该做什么检查 所以一来就要做电脑断层 可能做个超音波 看看肝脏就好 可是他坚持要 所以造成所谓医疗纠纷 以大直肠外科来说 最常遇到民众明明只是小病 却坚持要照电脑断层 或者认为出血就是痔疮 还成了自己已经上网查过 要医师帮忙开药膏就好 另外也有人成天上网查病 吓自己 像是稍微贫血 却觉得自己有白血病 或者是锁手臂疼痛就认为心脏有问题 但这其实也是一种病 这样的绿病症的人 他常常都会有一些精神科的共病 像共病刚提到焦虑症 恐慌症 忧郁症 可能一个医师的解释 他不满意就会再看下一个医师 已经看过医生 做完检查 就依旧觉得自己有问题 只要持续半年时间 就有可能是绿病症 医师强调最好还是相信专业 不要随便对号入座 自己 吓自己 The autopsy report was very clear Death from hypochondriks fear 记得有点黄明事人特别报道